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此亮丽竞选成绩 华裔选民功不可没 其中步伐是在投票之前 听了他竞选纲领后 转而投票给他的选民 为感谢洛杉矶广大华裔选民的支持和11月8日的最终选举造势 而举办本次活动 加州在应该是1971年以来 就这个位置上 加州主计长California State Controller的这个位置 就没有共和党人选上过 为什么 因为呢 主计长的位置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 他是一个独立的单位 他有这个权利审核 加州所有的政府 各级政府 州级的 地方级的 郡级的这个政府的花销 所以呢 因为是同党派之前 因为是同党派的原因 他们没有办法发挥这个实力 以至于我们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我们每年的这个税率越来越高 不管是企业或是这个纳税人啊 每一年缴的税是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独立的一个单位来替我们纳税人以及企业做到监督督导的这个工作 那主计长是有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Audit Power 就审核 审计 审查的这个权利 所以呢 大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边借这个机会呢 第一点 谢谢朋友们在初选期间给予成仁怡博士的这个支持及帮助 第二点呢 呼吁这个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告诉大家 因为要赢得这一场这个11月8号的这个大选呢 我们不但有共和党给他投票 还要有民主党的 还要有独立的 就是说MPP Independent Voters来出来给他投票 而且呢 要能够横跨所有的主意 所以朋友们请大家告诉大家 请朋友们加入我们的行列 来支持成仁怡博士竞选加州主计长在11月8号周二的大选 本次答谢活动由前加州 参议员夏乐博及夫人和美媒策划主办 参加本次活动的既有南加州的老乔社团 如中华会馆等 也有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 北美华文作家协会 等以主要来自台湾侨民为主的社团 同时 也有南加州干红文化交流协会 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 美中物流总商会等来自中国大陆移民的社团 一直以来积极支持陈仁怡博士的竞选造势活动 主办方呼吁华裔选民要不分党派和地区 在11月8号投票给陈仁怡 选举出一个真正能够管理好加州纳税人资金 不受政党控制的加州主计长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罗兰港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